先開始當您關心 前桃園市長鄭文燦 深入貪污弊案 今夜有最新消息 今天是第二度召開了積壓庭 法官裁定保釋金 1200萬元交保 不過呢 檢方當庭再抗告 就在今天晚間的8點多 桃園定院也將檢方的抗告書 由一輛這輛黑色的公務車 是用最速箭的方式處理 正式送達高等法院 這是今夜最新畫面